同学们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继续来编写这个爬虫系统 上节课我们已经获取到了所有的课程信息 这节课我们继续把课程信息汇总做一个存储 那么实际上存储之后 整个爬虫的功能就做完了 但是在继续往下写代码之前 我先要对我的代码做一下优化 现在你可以看到 getraw.html和getcourse.info 就这样的函数之间 它是有偶合的 所以我希望getraw.html 它就是获取了html的一个函数 它不要里面再去调用getcourse.info 我不希望它之间有偶合 所以我会这么去写 在这里我再定一个方法 叫做async init spider process 也就是 整个这个爬虫 叫做spider 它的爬虫的这个运行过程 都是通过initspiderprocess这个方法来控制的 所以在外层的constructor里面 我就不去调用getraw.html了 我调用initspiderprocess这个方法 我可以保存一下 那么整个过程首先 我在这里要调用getraw.html 所以我这里去 this.getraw.html 它其实只是获取具体的 html的内容就行了 所以const 我们可以写个html 等于getraw.html 这个方法 好 所以 this.getcourse.info 就不必写在这了 它这个函数 只负责去return一下 result.text 就ok了 而 调用这个getcourse.info 我们放在这里 因为这块也是一个await这样的语法 所以这块 你这里也要写一个await 它是一个异步的函数 getraw.html 获取过html之后 在这儿调 this.getcourse.info 把html传进去 就行了 所以这块就干掉 ok 现在的逻辑 看起来可能会更清楚一点 首先 我去开始这个流程 先去获取一下 然后通过一下 去拿我的course.info 现在我的course.info 已经有了一个result 所以这块 我其实直接return一个 对应的对象就可以了 所以这块 我也可以const 叫做course.result 等于这样的一个东西 当然我们点到这个course.result 上面来看一下 他会说course.result 现在是一个time.number data.course 这样的一个类型 没有任何的问题 好 拿到这个course.result之后 我要把它 存到我的json文件里面 所以接下来呢 我需要再写一个函数 叫做 think generate json content 或者其实它是一个同步函数 就可以了 我现在有了所有的课程信息 我可以把课程信息 生成一个json的内容 然后存储到一个具体的文件之中 我先保存 然后在这 我先打印一下 console.log一下 course.result 看一下 经过一系列的改进 我们代码还能不能运行 打开命令行 npm run dv回车 没问题 我们上节课 输出的这个结果 现在依然正常 接下来我们想做的就是 把这块打印出的数据 存到一个json文件里面 好 所以我现在要调用这个 generate json content 这块的这个函数 我们这么去写 list.generate json content 然后呢 把我的course.result 传递进来 这块呢 我要接收这个course.result ok 我看一下啊 大家可以看 course.result 实际上它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有一个time 有一个data 那么在这呢 你可以看 它会说 其实course.result 它的类型啊 推断不出来 它其实的类型 就是一个anime类型 所以这肯定不对 那么我要定一个新的interface 叫做course.result 那它的类型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它里面有个time 类型是时间戳 是number 而它里面呢 还有一个data 类型是course的一个书主 ok 往下翻 course.result 我们看从哪来的 course.result是在这里 也就是getcourse.info 返回的这个值 它确实是一个time和data 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的类型 应该定义的没有问题 但是上面的类型 定义成了course.result 这块呢 我最好呀 给它换一个名字 叫做result 或者叫做course.info 然后呢 把它通过course.info 传递到上面去 那course.info 它的类型就应该是 course.result 这样的一个类型 那它就不会报错了 好 可以看啊 course.result 这个类型里面 它会有time一个属性 和data一个属性 那下面在这里 我就可以用到 这两个属性 我首先呢 希望我把拿到的数据 存到一个文件里 这个文件应该是 在根目录下 有一个叫做 data的目录 稍等啊 或者是建一个data的目录 OK 我把这个课程的文件啊 都存到data 这个目录下面 一个叫做course.json的文件里面 那要想做这个操作呢 我们首先要判断一下 先看course.json这个文件 是否存在 那如果判断一个文件 是否存在呢 我们可以去借助 node里面的核心 模块 叫做fs这个模块 所以在这儿 我引入fs模块 import fs from fs这个模块 当然 由于路径呢 我们也是要做一些处理 所以我这里啊 也引入 pass这个node中的核心模块 比如这两个模块之后 在这儿我就可以写单码了 我可以写啊 const叫做 fill pass 等于pass.resolve 我们呢找到当前的目录啊 dir name的路径 然后呢去寻找它上一级路径 也就是这个文件啊 我们现在在caller.ts里面 我们上一级目录 可以到这个根目录下 再找data这个目录 我们下面去找这个course.json这个文件 OK 这就是文件的路径 生成之后呢 它就是一个文件的绝对路径了 我们可以调用 if fs.existsink 传一个file pass 它的意思呢 就是说我去判断 这个文件路径 对应的这个文件 也就是course.json 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 我可以做一些事情 如果不存在 我又要做一些事情 我们想一下 如果文件存在 我们要干什么 假设啊 如果文件已经存在了 其实我们应该把文件的内容读出来 如果文件不存在呢 其实我们就要创建一个 默认的文件的初始内容 所以这里我定一个 let content 叫fill content 等于一个空对象 OK 那这块 fillcontent 其实它存的一个空对象 也就是说 这个最终的 data下面的course.json 存的内容 一开始默认 我给它是一个空对象 也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文件的时候 我认为fillcontent 就是一个空对象 但是如果啊 后面我们把这个文件里存值 我希望它怎么去存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 现在 爬虫啊 爬到的数据 我把它处理成的数据结构 是这样的一个类型 所以我希望后面啊 我建一个json的件 或者我建一个模拟的文件 我希望 当我爬过了一次 拿到这个数据之后啊 我就把那个json里存 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构 冒号 后面再跟 data 或者说冒号 直接跟 data里的东西 OK 然后再一个逗号 再一个时间车 去存储 所以我希望 最终 data下面 course.json里面 存储的数据结构 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前面这个k值呢 指的是 我当前的时间处 后面跟的内容 指的是没门课程 在这个时间下 它的学习人数有多少 这样的一个存储结构 是比较清晰的一个存储结构 那么 fail content 指的就是 我的这个 未来 course.json里面存的内容 我当然希望 它符合我的这种结构 所以我希望 在我的文件里面 去定义一下这个结构 所以我会再写一个interface 对这种数据结构 做一个定义 interface 那我可以起名叫做content content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里面会有一个个件之对 件呢 就是一个时间戳 所以我们可以写 prop name 它的类型是一个 number类型 比如前面的这个东西 是个时间戳 后面是个数组 数组里面的每一项 都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一个课程信息 就跟这个course一样 所以这块就很好写了 比如说 它是个数组 而且呢 每一项都是course 我们就可以在这写一个course 中括号 那么 这个json 文件里存的内容 就可以用content来表示 往下翻 翻到这里 sell content 默认 就是content的类型 但一开始 什么也没有 如果你之前已经存过内容了 那么 我就要把内容读取出来 放到file content里面去 怎么读呢 我们可以调用 我这里啊 file content 等于fs.readfile sync 去读这个文件 file path 然后后面 你要跟一个utf-8 指的是 读出来的东西 我们按utf-8的格式 来去读 这块会有一个问题 我们看 string is not accessible to type content 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读取的文件 实际上它是一个字符串 而file content的类型 是一个对象的类型 它是一个具体的js对象的 一个类型 下面你这块读取的是 一个字符串 那它俩匹配不上 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用json.parse 把字符串 转成对象就可以了 OK 所以 如果啊 你file content 一开始默认呢 它是个对象 但如果你之前存过内容 我就会把内容读取出来 放到file content里面 接下来 我会把file content里面 存一下 我刚才新爬到的内容 那新爬到的内容 我们可以这么写 file content下面 我再加一下 courseinfo.time 等于courseinfo.data 就是把新爬到的时间和内容 存到file content里面去 好 现在file content就包含了老的 我们存的这些数据 以及我这次爬去新增的数据 最后呢 我只要把file content 存到这个文件里就行了 那我们在node里面 可以调用fs.writefile sync 你可以看到 用taps.write写代码 非常的方便 各种语法提示 非常的全面 我写到哪里呢 我把我的新的这个file content的内容 写到这个文件 也就是file path这个地址 第二个参数呢 跟的是我的这个file content的内容 当然你这么去写 保存一下 可不可以啊 我们看 其实可能会有问题 我们来试验一下吧 清一下屏 我们运行npm run delay 它运行成功了 运行成功之后呢 我们到data下面来看 果然多出了一个course.json 我们打开 发现它是一个object object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 我们在往文件里面写内容的时候 这个course.data 它是一个对象 我们必须把它转成一个字符串 才能写到这个文件里面去 所以这块我只需要 让它等一个 json.stringify 的字符串就可以了 好保存一下啊 好 它会报错 说你file content里面的内容 必须是个对象 因为你的type script 类型里规定了 这个东西必须是个对象 你直接写一个字符串 它就会提错 这个就帮助我们发现了问题 所以我们写代码的时候 在这里给它加一个json stringify 才比较标准 保存一下 我把course.json删除掉 运下npm run 第一位 好 它又会生成一个新的course.json 我们来看啊 现在我们爬虫爬的数据就进来了 我可以格式化一下代码 大家可以看 格式化之后 就是我想要的这个效果 我再去爬一次 当我重新运行run dv命令的时候 我让爬虫再去重新爬取一下 我也面上的内容 这个时候course.json里的内容就变了 我保存一下 你看它第一次爬取的内容在这里 第二次爬取的内容在这里 两次爬取的内容 我们就都保存住了 我可以把后面的这个之前用作实例的代码给去掉了 大家呢 现在结合真正爬取到的内容 我们再来看我们今天写的逻辑 我们今天写的逻辑呢 是什么 首先我拿到了所有的course.json 上帝给我们生成的course.json 然后通过它呢 去生成json的content内容 怎么生成啊 我们先去读course.json 去看它存不存在啊 如果它不存在的话 那fealcontent默认 我就让它是个空对象 如果存在的话 我就把它course.json里的内容读取出来 存给fealcontent 然后呢 我把这次爬取的course.json里的内容 也存到fealcontent里面去 这样的话 以前的内容和现在的内容 我们就都有了 然后我把它写到 这个对应的course.json这个文件里 就完成了我们最后的一步 当然呢 这块其实generate.json content 它的作用呢 其实就是生成json 而不应该把这种写文件的操作 也放在这里 因为后面我们要做代码的优化 我希望呢 每个函数尽量的值得明确 所以这块我只要return fealcontent就可以 而在外层啊 我把这段代码 写在后面 这里我写一个 const fealcontent 等于 this.json content 然后这个fealpath呢 不太好搞 所以这节课呢 我们可以先简单的去做一下 把上面这块先复制一份粘下来 然后下节课呢 我们再对这块做改良 我把这个fealpath 复制一份也放到下面去 那上面我们拿到fealcontent 在这块 我去写文件 也就是说 generate.json content 只是去取具体的内容 而这个内容怎么去存 在下面去存 它不要让generate.json content 去负责存储啊 这就是每个函数 职责我们让它尽量的明确 代码写成这个程度之后呢 我们再去运行下代码 再来点开course.json 我们格式化一下代码 往上翻啊 OK 现在我们已经有三个具体的 爬虫爬渠道的不同的数据了 那基本上就证明 我们的爬虫编写 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大家呢 这节课把代码写到这里就可以了 好 这节课我们就讲这么多 大家加油 我们下定期再见 我们下定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